大家好,我是加密大聪明 号称熊市里的温暖 Apto的空投大家都领了吗 体验过测试网和领过Apto MFT的朋友 现在可以领到300枚Apto的代币 现在的代币价格在6-7美金左右浮动 等于直接空投了2100美金 我看到群的兄弟耗了6000美金 8000美金大羊毛 推特上也是搞了几十几百个号的成功人士 但更多的还是看到人FOMO 我觉得没有关系 其实就在10月18号的时候 官方还没有打算给社区空投 于是导致社区一片骂声 结果这波空投告诉我们 什么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项目方其实它也不是傻逼 自然会筛选掉一些重复的IP 数据显示总共空投了2000万枚的代币 给11万人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有更惨的朋友 他做了任务以后 领了2000个钱包的MFT 结果没有绑定邮箱和Disco 条件没达标 白忙活了一场 排队跳楼算上他一个 那既然现在Apple上线了 可以找些机会 在生态里面交互一下产品 还有条Tsunami的供电 它们的主网还没有上线 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的 今天视频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空投领取的教程 代币模型 还有可以参与Apple的生态项目 先快速过一下Apple代币领取的步骤 领取的条件是 你得参与过测试网的交互 或者领过测试网的MFT 并且绑掉了Disco和邮箱 满足扔一个可以领150个代币 两个都玩过的可以领300个币 被空投的用户会在邮箱里面收到邮件 这里要注意一下 确定不是诈骗的邮件 接着我们来到Apple领取的页面 领取一点免费的GAS费 接着下载他们链上用的钱包 点击连接钱包 领完GAS以后 来到空投的页面 用Disco登录一下 接着点击Claim 空投的代币就会领到钱包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转到币安 或者OK的交易所卖掉 但是现在交易所提Apple代币的功能 还没有开放 必然是要到10月19号晚上10点才会开放 如果你是要注册Apple域名的 可以再观察一下 不过说到域名 甚至ENS上的Apple LAN官网的域名 现在都被报价0.3个以太坊 400美金左右 可以说这波空投 让Apple跟它张边的东西都有了热度 接着来看一下怎么注册 我们来到域名的网站 一些看着很贵 很值钱的三位数的数字域名 已经被有钱的大佬注册完了 而注册四位数的 获得一些热门的域名 成本需要40个Apple代币 差不多300美金 不显看来 一些项目方域名还没有被抢注 所以我觉得有两个策略 一种是低成本的注册 一个域名完成一下交互 拨空投 这种成本大概5个Apple代币 第二种 花费多一点的资金 注册量号 抢注一些热门的域名 但具体会不会有利可读 还得看后续的二级市场的热度 接着看第二个产品 就是Apple的MFT市场 SourceFree 是Apple上一战式的MFT交易市场 用户可以在上面发布 上市和交易MFT资产 这个产品从源头整合了 Apple的链上数据 提供全面准确的定价信息 用户还可以跟踪 所关注的标的的最新价格 它还支持一键扫地板 社交交易 批量上架下架 报价改价格 根据用户需求 SourceFree还上线了 MFT Mint追踪和Launchpad的功能 用户可以监控 自己所关注的MFT合约 设施定时Mint 限价Mint 自动Mint 这对创作者 还开放了创作者无需代码 一键发行作品的接口 第三个产品是VIO 是Apple生态第一个借贷协议 具体的操作交互步骤是 打开官网 右上角点击水龙头 领取测试币 BTC和USDC 然后进行存币 借币 还币即可 这个产品的话 这周还在更新 暂时体验交互不了 关注我的Disco 或者加入我的Tero管 下次测试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会在群里通知 更多的Apple项目合集 我发现一个链接 在视频介绍里面 最后看一下Apple代币经济 据官方披露了信息 Apple代币分配如下 51%分配给社区 16.5%分配给基金会 19%分配给核心贡献者 13.48%分配给投资者 现在乍一看 社区占比的份额有51% 但其实 8月4亿美的代币 由Apple基金会持有 有1亿美代币 由Apple LAN持有 他们两个就是一家人 穿一条裤子的 目前开盘的流通通是13% 1亿2000万枚 用于最初支持社区类别和生态 现在来看 这有2000万用于空投了 接着500万用于 Apple的基金会计划 社区和基金会计划 剩余的代币 将以120分之一 每月的速度进行发放 10年完成全部解锁 所以项目方案后续 还是有发力的可能 供电的故事 还得看生态和应用 有了足够多的用户 才能延续资本家讲的故事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视频不做回任何投资建议 对空投项目感兴趣的 可以加入了电报和disco的群组 我们下期视频见